好香喔 哇 好像有那個中藥味道耶 沒有錯 當然是有中藥的味道 裡面的那個原料有好幾十種 比如說我來解釋一下 有八角 媽媽在滷味的那個八角 還有茴香 還有大蒜 還有那個芹菜籽 洋蔥 素食種 素食種來混合的 來當作我們的有機會的那個材料 哇 這裡的蔬菜 竟然都是用中藥進補 太健康了吧 沒錯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的 那個叔叔還要加一些的稻草 細草土 多種的那個副產品 去混合來攪拌 給它發酵 就成為好的有機會 來 小朋友 那這個給你們 自行的參觀一下 好 好 來 正方形 來 杜元春 這邊還有 一定要正方形 要注意看一下 左右看一下 看前面那一位 看前面這一位 看前面這一位 就是要這樣撞 不能歪掉 歪掉就不整齊了 聞著 沒想到 這種有機蔬菜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對啊 要注意好多細節 而且 好熱喔 聞著 簡叔叔說菜和菜中間要有間隔啦 哇 我差點忘了啦 好 哇 好熱喔 好熱喔 你知道 你知道 跟做的農務是都辛苦了喔 今天我學到了很多知識 也知道了有機蔬菜的重要 所以我以後一定要好好做環保 讓世界越來越好 經過這次的經驗 我終於知道 蔬菜有重要 所以我以後要好好告訴大家 多吃蔬菜 我今天學到了有機蔬菜的栽種方法 所以我以後要多吃有機蔬菜 經過這次的經驗以後 我終於知道農夫種菜有多辛苦 所以以後我一定要把蔬菜全部吃完 不要浪費農夫辛苦種植的蔬菜 不要浪費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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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需要注意這麼多細節 對 還真的每個步驟都不得馬虎耶 對 我們已經拜訪了有機稻米達人 有機蔬菜達人 下一個是 我記得 我沒有查過一個資料 是在 來欲 蘭嶺位在台灣東南方太平洋上 面積46平方公里 是台灣僅次於澎湖的第二大離島 目前島上人口約3000人 其中90%是達悟族人 千百年來 達悟族人以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為生活的方式 發展出獨特的生活與文化喔 文哲雅蓉你看 這就是我們的水域田喔 哇 綠圓圓的一片 超漂亮的耶 嗯 對啊 那你們知道我們種植植物 最害怕的遇到的是什麼呢 怕蟲啊 還有那個雜草把植物也會都吸收光喔 嗯 沒錯 那我們呢 就會充分利用老祖先的智慧啊 去解決這個問題喔 老祖先的智慧 嗯 沒錯 我們有除草法寶啊 你們看在周圍田梗上 是不是不滿植皮啊 嗯 對耶 小心喔 哇 文哲雅蓉 然後你們看 這個就是小毛蕨喔 哦 小毛蕨 對啊 那小毛蕨呢 我們利用它的特性 就是不會 特性就是不會蔓延到水域田裡面 哦 可是這些草看起來都差不多啊 嗯 不一樣喔 像小毛蕨和月菊月曼蓉啊 我們都會留著 那有點草和其他雜草 我們就會拔掉 哦 那你們要不要下來跟我一起體驗拔草啊 欸 好啊 走 阿凱哥哥說 直劈可以鞏固石原 美化景觀 至於啊 像有點草之類的雜草 因為啊 會搶走田裡植物的養分 影響植物生長 所以啊 一定要拔掉喔 沒錯 我雅蓉用人工方式拔雜草 還挺累的耶 欸 文哲你拔錯了啦 要拔掉的是這種細細草草的油田草啦 呃 是喔 糟糕了 不好意思啦 拔錯了啦 哇 你有認真點啦 阿凱哥哥 這條水果是做什麼的啊 是飲山泉水啊 蛤 飲山泉水 嗯 那山泉水呢 除了灌溉田裡 它會順帶進入田裡施肥 哦 那我們除了把新的芋頭苗種下去外呢 我們會把腐爛的葉子丟回田裡去 讓田裡去吸收那個養分 哇 聰明哦 欸 對了你們知道葉光貝嗎 欸 葉光貝 那是一種貝殼嗎 嗯 我們把葉光貝掛在樹枝上風乾後 等到它曬到太陽 逐漸風化後 就會變得很脆 風一吹 就會變成粉末散在空氣中 葉光貝的成分是碳酸鈣 可以除蟲哦 這樣子蟲蟲的天然充充好方法 這技環保又不浪費耶 嗯 這種有機概念啊 就是不破壞環境和大自然和平共存 就對啦 嗯 所以打歐主人跟我們一樣 都是愛護地球的環保小煎餅哦 嗯 欸阿特哥 這個就是平板的哦 對啊 你看哦 這艘蘭嶼平板之後 它船身上就是有雕有很漂亮的圖騰啊 哦 好特別 又好漂亮哦 嗯 像這種雕有花紋圖騰的船啊 我們就會用剛剛介紹的水域 來覆蓋整艘船哦 然後慶祝他誕生 然後祈求在海上順利 哦 哦 欸 文竹勒 哦 怎麼去那麼久他還沒回來啊 啊 呃 我 我 我知道你這怎麼穿 哎呦 我說你這倒鼠勇士的傳統服裝耶 很酷吧 啊 啊 真的很酷啊 文竹雅容 走 我們下海 滑船吧 好 我的天啊 我快累翻了啦 为了这个有机护地球 我们竟然去了那么多地方 好没办法 我们是妙模式的小助理 他们要很轻哦 不过我们这些真的学到很多 说的也是啦 博士好 温泽亚中你们从哪里回来的吗 嗯对啊 博士我们去了淡水台东还有来语 学了好多不同种植有机制物的好配方 真的哦 这样很好很好啊 辛苦你们了 博士不会辛苦啊 想跟小孩子帮忙种田啊 用中药当有机肥料帮蔬菜进补 化叶光辈 亲自拔杂草 种芋头 这些宝贵的经验实在太值得了啦 你为我这样想就对啦 能够亲身体验的 比你们在书补上看更多的书要还有效哦 嗯 那你们两个赶快回来啊 不是 你刚离开美国酒你就想念我们了 嗯 我是想念 就现在要你们带回来给我的慈善米啊 我怎么知道 啊啊啊啊啊啊 yes sir 拜拜 車场 成了美丽的南瑟地球 成了美丽的南瑟地球 一起努力 小朋友你知道吃剩的食物能做什么吗 当厨余遇上戏剧 不但能变身环保清洁剂 还可以来电一下哦 到底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厨余回收学问答 跟着小助理一起动手做 发现厨房里的烧烛艺 12月3日晚上6点 敬请准时收看 呼叫庙博士 感恩拓凯实业与大爱电视 一同分享收成的喜悦 新军一场朝鲜半岛海域 下午又传出炮声隆隆 国际媒体一度以为两韩再度交火 但后来证实是北朝鲜的内部军事演习 章鱼哥保罗在世界杯足球再出现了风头 今天的专题报道告诉您 章鱼其实有色盲 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国旗的颜色 联合国气候变卫会 即将在墨西哥举办恰巧 墨西哥最近接二连三的遭到水患惊喜 等于是气候变先的国教台 还要带您看中国大陆最干燥的省份甘宋 现在有越来越多老百姓 投入抗旱自杀的工程 我们要带您登上高原 看一对父子 用生命疼惜土地 详细新闻内容 请锁定晚间6点55分 大爱全球新闻 感恩 天草人生 感恩 福泉园 本频道节目 均为普遍集 感恩 唐村食品与大爱电视 一同开创健康饮食新人文 感恩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 我到底适不适合当老师 加上有意见当然可以表达 我怎么会拒绝沟通呢 从小我就把为人师表当作我的人生目标 可是这一年 我踢到的踢摆还真多 他们都说善解班魔咒 他们都说善解班 其实就是解散班 等你看过我教过班 你就知道可以怎么做了 不妨试试看 用联络部作为沟通的管道 只要你心是诚恳的 对方一定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当老师的 男个人的力量或许很微弱 就像星光 当他们一闪一闪 最近在一起发光的时候 就可以照耀整片星空 大爱剧场 一闪一闪亮晶晶 台湾时间每晚八点 感恩上城建设